韓英啊 今天在第一節失分二期 第二節三期 第三節也失去了25分 你每節都是25分以上的失分 如果這一節還是有大概25分左右 那代表 排鋼是要破百的 這籃下又有一些糾纏 這次輪到的是龍洪源 我們看一下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這應該也是要重看 但是我想有了剛剛的判例 現在這個判例應該 蔡凡老師應該要來重看 第一時間是判雙方犯規 是因為兩個人都有糾纏的狀況 不過蔡家俊的最後這個動作是不必要的 沒錯 沒錯 這直接也是有一點用揮拳的方式去打到龍洪源 我們剛剛特別有強調龍洪源 並不是很髒的球員 沒錯 他只是身材比較厚壯 厚實 然後他畢竟自己也是抬出來了 我們看這個時候其實龍洪源 在轉身當中的確就是要去做一個卡位 那你說他手肘有沒有出來 有 可是並不至於好像在頭部以上的接觸 沒錯 兩個人就是糾纏在一起 不過蔡家俊最後這個動作 我覺得也構成了剛才龍洪源的這個狀況 因為這個判例喔 在不到十分鐘之前我們才看過一個例子 沒錯 有一點點像在考試 前面給你看一個例子 後面馬上再發生一次 對這手部其實已經糾纏在一起了 對啦 而且這是在剛好是在兩名裁判老師面前發生的喔 我想裁判老師應該是會很明確的知道現在的狀況 那如果假設只是假設而已 攻堂之上做個假設應該不會違法 就是如果這也是一次奪權出場 那台灣銀行在下一次的跨聯盟邀請賽 可能也沒有辦法來參賽 那隊伍會越來越少 我這一球看了很久 那怎麼看 蔡家俊感覺起來都不是一次的 防守動作 沒錯 我這一球討論的時間蠻久的 這一球討論的時間蠻久的 好那在剛剛接收到工作人員的傳大資訊 是要經過討論之後 確認是重大情節才不會邀請 奪權的只是奪權出場 的話就只是奪權出場而已 是 所謂的重大事件 應該是指有鬥毆的情形的發生 那像剛剛吳翁欣的奪權 或雙方犯規 或者是這種奪權出場 對 沒錯 對 這比較合理 蔡家俊做這一個動作 奪權出去我是相當支持 國際上次比賽資格 要離開滿分期 罰球相比銷 比賽繼續 來剛練英球 本場邊也是國會教練 來提醒一下子弟兵 其實在場上不需要做到這樣子的動作 畢竟剛剛其實也是 龍宏元這邊也不是有 非常大的卡位動作 在籃下卡位難免會有手部的糾纏 對 這蔡家俊如果以前有跟 陳國偉打過的話 陳國偉也會做出龍宏元一樣的動作 難道你敢去打陳國偉嗎 那在這個時候馬上用球技還顏色 謝謝